为期五天的国际自由车环台赛 明天第三站将到新竹县 26国120多位的精英选手 将其台三线全程156公里 包含光明六路 县道117 还有逐43线等 都将进行全线或单线的管制 将出动500多名的警力 维护赛道安全 国际自由车环台赛 昨天开始展开五天五站 高强度高规格比赛 其中第三站明天将到新竹县 浪漫台三线 赛道路线横跨六个乡镇 将实施交通管制 本次比赛的开工会场 在新竹高铁站前 比赛的正式起点 则是为六家开出所前 沿着竹北市的自强北路 经过新浦镇的天心路 文山路以及中正路 也就是逐118线 前往关西镇的明德路 以及关西国中前 沿着中峰部以及台三线 经过横山乡 竹东镇 北浦乡 以及二梅乡 最后从竹48线 以及竹81线 与苗栗来做交接 自由车一级赛事 今年有来自全球26个国家 15支队伍 共120多位精英选手 角逐冠军 从台北出发 经桃园 竹苗 高雄 最后到屏东 竹县第三站 预计其全程156.5公里 开幕会场在新竹高铁站 包含会场和赛道周边 光明六路 东二段 往喜来登方向 车道全线管制 往高铁方向 车道则单线 双向通车 另外线道117 线道118 台三线57k到90.5k路段 与竹43线 竹81线 都有全线或单向封闭分段管制 警察局将出动554名警力 维护交通安全 交通管制的时间 主要还是以选手抵达 前15至20分钟 开始全面的管制 那解除管制的时间 则是以选手离开该路口的时间 来做解除 所以详细的比赛路线 以及选手预定抵达的时间 请各位民众至2022 国际自由车环台赛 来做查询 降低对一般车影响 早上7点到11点 阶段性移动管制 禁止人车穿越赛道 无分隔岛路段 实施双向管制 有分隔岛才顺向管制 对象开放 要让国际赛顺利进行 选手能尽情发挥实力 大型 Bolt头 阶段性移动管制 对象开放 有没有隔岛路段